王一博融登罗伊威秀场 摘得市区榜第一 享受顶级排面待遇 尽显巨星风采 王一博宣布成为LOW全球代言人后 他的知名度迅速飙升 不仅超额完成了全球曝光率 还在出现在LOW秀场后 登上了全球趋势榜首 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在LOW秀场上 王一博穿着五彩缤纷的丝巾和长款风衣 混合了休闲与时尚的元素 展现了他独特的风格和魅力 如果不是王一博 其他人可能很难驾驭这种穿搭 众所周知 王一博是一个行走的衣架子 任何奇特的服装在他身上都能展现出自己的风味 他的气质和身材比例恰到好处 使得他能够轻松驾驭各种造型 这次王一博出现在LOW秀场 立即引起了大量的围观 人气爆棚 多家媒体蜂拥而至 争相采访 LOW能够邀请到王一博实属不易 因此对他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这次看秀 LOW的CEO陪伴在侧 还有LV集团主席和Vogue主编Anna Winter同框 可以看出王一博的国际影响力有多大 王一博在LOW秀场的亮相 三次登上全球趋势榜首 显然他的热度和人气已经突破了圈层 展现了真正的国际影响力 商业价值也迅速提升 LOW与王一博的合作堪称天作之和 作为一个百年奢侈品牌 他们迎来了一个与自己风格高度契合的艺人 王一博不仅具有顶级流量 还拥有时尚魅力和庞大的粉丝群体 堪称行走的时尚风向标 王一博不仅与顶奢品牌CHANEL合作 如今又成为LOW的代言人 横跨两大奢侈品牌的资源 使得他的时尚资源达到了顶峰 为国人争光 近年来 国内明星在海外的待遇越来越好 这里不开国内顶流明星的努力 时尚圈是一种文化输出 也是国家实力的象征 王一博作为代表 他的作品持续输出 粉丝群体不断扩大 时尚表现力也越来越有个人特色 成为大家追捧的对象 王一博在完成BLOW大秀后 迅速回国 形成紧凑 无论舆论有多热 他从未停留 已经开启了新的征程 这场大秀 王一博为国人争光 为国内艺人开了一个好头 在BLOW秀场 王一博彬彬彬有礼 态度谦和 他的表现符合国人的风貌 值得点赞支持 这是一种文化的输出 也是国人风貌的呈现 成为BLOW全球代言人后 王一博的海外知名度和人气达到了新的高度 能够同时手握顶奢品牌 Channel和高奢品牌BLOW的人 在时尚圈实属罕见 BLOW给予了王一博极大的重视 全球多家平台同步推送这一消息 王一博为BLOW带来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国内BLOW店面许多绿色款包包被抢购一空 显示了王一博的强大带货能力 王一博在采访中提到 他非常喜欢这次秀场的布局 自然的氛围中有很多鸟飞来飞去 与五彩缤纷的衣服相得益彰 让他感觉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中 此外,王一博还表示他喜欢下雨天 因为雨天可以让人安静下来 有自己的独享时间 他在天台打伞拍照的照片 展现了他的好心情 显示出他在这趟旅程中的放松和愉悦 结束了奢华的旅程后 王一博迅速回国 在机场现身时依旧是LOW的装扮 清爽简约 轻松回国 LOW和王一博都有一种松弛感 追求匠人精神 这种契合使得双方选择彼此 王一博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中华风貌 从绣场到全球趋势榜 他让我们为之骄傲 欢迎他回国 王一博带领我们领略了不同的风景 见证了他的无限可能性 无论如何夸赞 都不足以表达他带来的惊喜 王一博在罗伊威绣场的闪耀表现 再次证明了他作为顶级时尚偶像的地位 他不仅在时尚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更为中国艺人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尊重和认可 感谢观看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新闻 请随时发表评论 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 祝你生活永远快乐 平安